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0年始 投资3亿元建设20万吨糖醇季改项目 对食品产能全面整合提升 本着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品结构的原则 投资4亿元 新建日产250吨高档休闲食品车间两个 日产200吨功能性食品车间一个 日产70吨酿造调味品车间一个 日产20万平米 纸箱车间一个 并配套研发中心一处 老董事长徐传亮同志 为了企业的发展 艰苦创业 白争业战 欧薪沥血 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于2012年10月13日 永远离开了我们 新董事长徐后民同志上任后 在转型提升的关键时刻 全身心投入 严抓 细管 走科学化 规范化管理轨道 企业转型成功 并健康稳定运营 为推动企业热电联产挖钱改造 2015年 投资1.2亿元 新上130吨锅炉一台 2018年 投资7600万元 建设高效清洁供暖项目 铺设供热管网 覆盖县城北部区域 30余个居民小区和城北部工业区 近百家企业集中供热 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9年 投资1千万元 实现了热电联产并网工程 保证了热电安全稳定运行 如今的清源集团 已形成食品加工 生物科技 热电联产 房地产开发 四大产业 近300个品种 年产食品能力60多万吨 2020年 企业资产达15亿元 营销收入17亿元 实现利税1亿元 公司也先后获得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 和中国食品工业 优秀食品龙头企业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熊冠慢道 针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月 2020年 公司调整产品研发战略方向 以钥匙铜元原料和健康新资源原料 研制对生命健康有益的健康食品 为健康中国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使之不渝发展好食品产业 打造中国食品百年企业不懈奋斗 健康中国 清源同行